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立新记者会,问,美国领导人进来发表讲话,指责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我们注意到昨天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会见蓬佩奥国务卿时,再次迷你了博士,你可否介绍有关情况,答,对于美国领导人的无端指责,中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指出这纯属普通捉影,不能接受。 正如你所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昨天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强调中方在这件事情上光明泪落,问心无愧,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也没有兴趣干涉美国的内政和选举。 至于美方提到中方利用加征关税影响美国选举,事实很清楚,中美经贸摩擦是美方一手抄起的,中方只是被迫做出必要反应,这是正当的防备反击。 我们多次指出,大贸易战没有赢家,随着美方对越来越多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美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地方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中方反制措施的影响,这同他们支持哪一个党派毫无关系。 至于美方声称中国媒体在美国当地媒体购买付费百年,发表文章是干涉美国内政,实际情况是,这是中国媒体同美国媒体的合法,正常合作,并不违反美国法律,很多外国媒体也都在这么做。 把中美之间正常的交流与合作,说,城市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完全是牵强附会,根本站不住脚,就连美国许多媒体和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领导人的这种质责不可思议。 世界上到底是哪个国家动作干涉别国内政,国际社会早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奉劝美邦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污蔑和指责,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停止所害中美关系的言行,缘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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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